欢迎您继续回来听海音说故事 电影海角七号大卖之后 在里面田中千惠送给团圆的这种琉璃珠 也跟着爆红 好多年轻人纷纷带起了琉璃珠 让这种小珠珠顿时成了时下流行的元素 但是你知道吗 琉璃珠原来是排湾族的传统文化艺术 结果在三十年前几乎快要失传了 后来在几位族人的努力之下 终于保存了下来 一位住在屏东三地门的Satau 他跟妻子就制作了这样的琉璃珠 那么不止是保存了传统还兼具时尚感 在2008年的时候 还入选成为台湾百大观光特产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揭开 从电影海角七号里爆红的琉璃珠 他如何从快要失传 变身为百大观光特产的精彩故事 这是祖林的眼睛 保护你的身体健康 这是蝶泳基珠 希望你的勤劳带给你 很大很大的财富 这是孔雀基珠 守护你对你太太坚定的爱情 由此献上琉璃珠的祝福 在海角七号里 是令人难忘的感动桥段 电影大放光芒后 琉璃珠也跟着闪耀 成了热门的原住民特色商品 都很古色古香的 而且又很有艺术 各种彩色都很亮丽 有没有看上喜欢哪一个 有很多 很多都很漂亮 这里是屏东三地门知名的 琉璃珠工作室 每到假日总吸引不少游客 来这里寻找古老的祝福 琉璃珠不只是装饰 更隐含了仙人祖林的智慧 自古以来 排文族相信 琉璃珠是上天赐予族人的珍贵礼物 彩虹高贵珠象征纯贵高雅 眼泪思念珠诉说怀念不舍 勇士荣誉珠赞叹英勇和赠语 七种传统的图腾 串起各式各样美丽的琉璃珠项链 成为三地门最珍贵的文化特产 好美的 华丝火焰下玻璃棒融烧成型 染成奇幻色彩 做勇士蜘蛛的时候 那个丝不要太粗 免得会画起来的时候会有模糊 正在做勇士蜘蛛的是设计师廖宜珍 年纪轻轻已经是琉璃珠制作高手 它只是一个弧度 那其实用弧度画的话 其实它的难度最高 对对对 一个曲线去画的时候 看起来最简单 对对对 看起来最简单 老师之初单纯的白色线条 看似容易却不简单 但这难不倒廖宜珍 她的身手俐落 不输自家工作室里 十几年经验的伙伴 因为妈妈毛玉珠 是三地门的琉璃珠达人 自然遗传了几分大事功力 妈妈在旁边看你会有压力吗 会 怎么样是会有压力 因为它会一直纠正 压力很大 很大 它会一直 因为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会做没有 做琉璃珠二十多年 毛玉珠不止擅长传统的琉璃珠 还和年轻人一起创新创作 让琉璃珠增加现代感和时尚味 更受年轻人欢迎 在他们巧手下 琉璃珠色彩更丰富 更有新点子 赢得全国原住民琉璃珠 设计竞赛优选 并获得台湾一乡一特产设计大赏 同时琉璃珠创作的还有她 艺术家廖文杰 人称SATA老师 利用太太和女儿烧制的珠子 制作琉璃珠版画 你看到这个琉璃珠已经大了两三倍 所以从自那个烧制琉璃 这个一个琉璃珠 我们要做这么大的 它一定会 它的成功力太少 SATA的大型版画 结合琉璃珠 山珠牙 银饰 把排湾族的尊贵华丽 诠释得淋漓尽致 作品大受欢迎 衣服要价五万块以上 还是有不少行家忙着收藏 这次过年前 我二十张这种的已经出去了 SATA和太太二十多年前 就投入琉璃珠制作 现在提起三地门琉璃珠 一定不能漏掉她的名字 她说以前珍贵的古琉璃珠 只有贵族能够佩戴 也因为数量稀少 一度几乎面临失传的命运 不愿看到珍贵的文化就此消失 不是贵族的她四处请教祈老 一头栽进琉璃珠的传承工作 三十年以前的琉璃珠都一直被收藏 叫收藏之后 我们都是带一些比较假的东西 比如说像亚克力 我们用画的图上去 后来很多年轻人就开始看到平地朋友 有人在创作这些比如说玻璃 烧玻璃 我们就用开始那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把排弯组的图腾 可以再烧在玻璃里面 我们就开始慢慢地这样子做研究 要用现代玻璃做成古琉璃珠的质感 在二十多年前没多少人有经验 得自己实验摸索 杂涛和太太边做边学赔了大胆积蓄 我们五年内我们都是失败者 对对对 年内都失败 失败了 没有一个成功 没有成功 我们本来说不要不要做了 太累了太辛苦了 有想要放弃 你要放弃 坚持除了是不想要前功尽弃 还有最现实的考量 夫妇俩当初希望发扬琉璃珠文化 能够提供工作机会 让部落族人不必离乡背景 外出打工 我又怕他们没有工作可以做 我就一直忍说 我要怎么办 我如果放弃他们这些人 他们又去哪里去 哪里工作 一直苦撑到第八年 才卖出第一个琉璃珠作品 小涛说坚持真的很不容易 也更能够体会勇世之珠 曲折的美丽扑文下的含义 风儿都可爱 真正吹过来 怎么唱的 没有人能告诉我 风从哪里来 OK 其实Satao的另一个身份是舞蹈家 少年时期就怀有梦想拥有自己的灰洒舞台 30年前能歌善舞的原住民歌手万煞浪是他的偶像 我18到16 17岁我就开始跑一个 实际上我在豪华酒店那边做一个扫地的工作 然后看到很多歌星在唱歌跳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舞蹈更有兴趣 后来没当成另一个万沙浪 Satao回头探索自己血液里的骚动 那时候是平地老师在教原住民的舞蹈 那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也一定要把旧族 那时候是旧族嘛 所以把旧族的舞蹈来做一个研究 投身原住民舞蹈研究 好几个原汁原味的基本舞步 都是Satao做田野调查 然后整理出来的 来来来来 这个是最传统的 一 二 三 四 六 五 三 四 五 七 八 一 这个是最简单最基本的 这个还最简单 我已经忘记八糟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是Satao一边做琉璃珠一边教舞 打响了原住民乐舞的知名度 创立了蒂摩尔古兴舞集 多次参加国际乐舞表演 展现台湾的另一种魅力 琉璃珠工作室的角落 年轻舞者正在排练最新的作品 站在旁边观看的是 舞集的艺术总监 Ruzen 廖宜兴 雅套的大女儿 遗传父亲的舞蹈细胞 舞蹈细毕业后 回到部落 接下父亲的棒子 带领台湾第一支 排湾族现代舞团 大放光芒 其实你知道那颗 这么静态的珠子 里面有这么多的 丰富文化的故事 但是大家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希望 用新的方式 新的创意 让大家可以看见 排湾族的琉璃珠 最深层的文化 跟意义跟概念 把琉璃珠上的各种古老传说 用现代舞蹈呈现出来 这是舞集的特色 也是创举 看我们现在长那么大 我觉得是因为 跟琉璃珠有关 所以我常说 我们是吃琉璃珠 长大的孩子 对啊 所以我是琉璃珠的儿女 琉璃珠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台 让这些孩子发光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跟与爱的分享吧 因为爱与分享 小套和太太义无反顾 成为爱跳舞的孩子们最大的赞助者 也是最大的支持力量 很多人一直在想 到底是哪一个财团 会看中这个舞团 对 可是大家并不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工作室 他只有了三十几年 他造就了很多不同的就业机会 就是我爸 他是我心目中最大的勇士 这一天部落里正为了第二天的婚礼 忙碌准备着 重要的丁宁和琉璃珠也先交给新郎 这是具体的代代相传 婚礼你结婚往大成人 结婚以后就是一个男人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我会勇敢地坚强 加油 加油可以 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奶奶 那个以前老人家传下来的 所以带这些东西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 就会多了这个角落的感觉 对对对 琉璃珠古老的祝福 在排湾族的生活里 在二十一世纪里 古而不老 活生生充满智慧 而萨涛一家人 为延续这祖灵的赐予 努力不懈 他们要让琉璃珠闪耀的光泽 照亮生活成为艺术之光 不专属贵族 也不只有排湾族独享